2024年3月第一周 新游周报 20款新游介绍 圣兽之王 Unicorn Overlord 由Atlas和Vanilla Wear携手推出的奇幻模拟SRPG 以香草说独树一个的美术风格描绘游戏场景和角色 并高自由度的地图探索和新颖的模拟战斗方式 呈现出本格王道冒险故事 玩家将会饰演被流放的王国王子阿莱恩 你持有一枚王家戒指 拥有精化的力量 在游戏里 世界正逢乱世 玩家必须借助戒指的力量 把世界再度领上正途 玩家可以在旅途中 结识到大量种族的同伴角色 当中包括人类 精灵 兽人 天使等等 而可成为朋友的角色总人数超过60人 游戏加入现代RPG常见的收集以及浮现元素 例如采矿和烹饪 香草舍特有的美术风格 人设等等 也是游戏的注目点之一 奇幻是 The The Matters 1905年的华沙作为舞台的剧情主导型 恐怖丰富看世点RPP游戏 玩家在游戏中 将操纵被恶灵一戒种附身的青年 Victor Shosky 由于遭到恶灵侵蚀附身 因此主角能看到平常人看不到的恶灵 并借用恶灵之力来影响人心 玩家将使用这份恶灵试者奇幻式的力量 来挑战各种任务剧情 同时游戏采用回合制战斗的设计 玩家可以透过战斗不断成长 并利用异界种的能力 探索为玩家们打造出的真实而美丽的华沙街景 认识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 开创属于玩家自己的冒险与结局 Zoraya 碎裂纪元 Zoraya Age of Shettering 还有下探的发行商 Ansher开发的四人小队回合制战术CRPG 玩家将扮演一名指挥官 招募各路英雄 组建四人小队 在佐瑞亚大陆中安营扎寨 探索广袤而未知的幻想世界 在地域生物长期的侵袭下 佐瑞亚已经奄奄一息 她那郁郁葱葱森林 神秘的洞穴和雄伟的建筑 都已经变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探索这些未知的区域 揭开封城的谜题获取沉睡的力量 玩家还可以在游戏中建造并管理前哨基地 为英雄们提供后援支持 利用各种职业相互配合 挑战无数的可怕怪物和强大BOSS 绝密法国四四年 Classified Brands 44 以二战为背景的回合制战术游戏 指挥一支游盟军特种作战人员组成的精英小队 在纳粹战领下的法国展开破坏行动 在诺曼底登陆前夕 仅格能的Saurauro德军 面对德国战争机器的威力 在被占领的领土上运用暗杀伏击等战术消灭关键目标 通过完成由法国军队提供的四十多个任务 体验历史 探索游戏中的多种结局 夏日小屋 Summer House 小型房屋建造游戏 玩家可以在大海中的小岛 城市一角或山脉中 从零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屋 游戏中的墙壁 屋顶 门窗 花盆 岩石等均可自由选择 设计并摆放在自己想要的位置 尽情打造理想中的房子 玩家还可以建造许多的房屋 打造出一个充满漂亮小房子的社区 猫与花坛 可以由此And Cats of Calico 由同名拼图桌游改编的意志游戏 玩家在游戏中的主要目标 是将画纹碎部拼接成一块工 茂密修起的睡塔 透过巧妙组合碎片的颜色与图案 玩家不仅能完成设计获得分数 还能缝上纽扣 吸引对特定图案前有独钟的可爱猫猫 本作支持一致四名玩家游玩 除了能邀请好友对战 也可以在排位赛中对抗随机玩家 狂暴小子 Berserk Boy 2D平台动作游戏 故事描述邪恶的博士与其黑暗随从 为了追求狂暴之力而迷失方向 进而想要征服地球 而猫头小子凯接受到神秘能量 变成了狂暴男孩 随着邪恶势力逼近 凯知道他要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来打败博士 进而拯救地球 在游戏中玩家可以变身五种属性的狂暴形态 可以借由联机来续满狂暴能量条 以触发某种特定形态的特殊攻击 运用不同属性 例如闪电 火系 土系 空气与冰系力量来战斗以拯救地球 东方红叶狂艳 Tohol Red Empress Devil 东方Project的二创作品 故事背景定在会随即改变地形的红果馆 将有超过20位来自东方Project的角色 供玩家选择及使用 而在冒险过程中 玩家可以透过搜集到各类道具强化角色 进而建立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战斗风格 背包乱斗 伏袭法的宝藏 Backpack Battles 背包管理自动战斗游戏 玩家不仅要管理冒险者的背包 还必须检视每一个道具带来的效果 确定带上哪些物品后进行背包战争 游戏流程只分为简单易懂的两个阶段 先是在商店购物 再来进行背包对战 战斗过程一切已自动进行 胜负则是看双方背包所持有的道具来判断 游戏在商店阶段会随机出现许多物品道具 你可以购买背包 腰包 小袋来增加你的背包总容量 再仔细考虑自己要带上哪些物品 而背包的位置与空间也可以随意粘合配置 空间内的道具也能夸包包摆放 没有限制 身体爆破采绝 Ball Blasters 有着肉鸽元素的动作采矿游戏 在游戏中玩家可操作机枪钻打碎地下岩石 发现稀有宝石 矿石和古代文物 本作借鉴了太空钻地基和银河采矿公司等采矿游戏 加入了动力十足的场景 加快了游戏节奏 与此同时该游戏还有很多危险的敌人和神秘的物品 就算是纪念丰富的矿工也不能钓鱼清仙 超古代兵器获利 Incent Weapon Holy 迷宫探索动作冒险游戏 讲述了数万年前的古代武器获利觉醒了 开始对人类展开复仇 在游戏中 获利由于长期的沉睡 因此目前各种兵器性能都还没完全回复 只能从迷宫深处不断打败敌人 一层层的往地面前进 玩家可以破坏迷宫墙壁或在地面挖洞 来让敌人跌进去后再把东买起来 借此来打倒对守护的胜利 远章 泥泞奔驰游戏 Expeditions and Mad Runner Game 以言枯自然作为舞台的越野冒险游戏 玩家将驾驶自己的越野爱车 为了进行自然科学研究 而在险峻的自然环境中奔驰竞速 在未铺设道路的大自然中不断前进 游戏中的检查点会以各种敌雕形式表现 可以前往这些地点进行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 同时本作还将会对应物理运算 借此将车辆的重量与动作 例行给真实重现 另外在旅途中 玩家还会遭遇沼泽或是山崖等各种障碍 这时候就需要使用车子装备的工具 来越过这些环境关卡 迪斯科模拟器 Disco Simulator 模拟经营游戏 玩家可从租赁场地开始决定自己的舞厅大小 然后搭建内部装潢并购置家具 游戏一开始可选择起始角色 不同的经营者有不同的版 像是起始金钱增加 或是获得免费升级技能 而建立舞厅也需要从基本装潢开始 壁纸 餐桌 吧台 舞池等 有许多基本的自定选项可供选择配置 托尼老师模拟器 Hair Dresser Simulator 一立发式为主题的模拟游戏 玩家将开设一间发廊 并透过不断提升手艺来提升店的知名度 游戏将让玩家模拟梳头发 剪头发 染头发等各种技巧 可以购买假人头来练习技术 购买工具做到更多发型设计 除了使用各种美容工具做生意外 还要是得机账管理店面 必要是还得寻找不动厂扩增锁店 出租生涯 模拟城市驾驶 Taxi Life A City Driving Simulator 本座舞台在西班牙的巴赛罗纳 玩家起初只有一辆计程车 带乘客从A点到B点 途中将遭遇不耐烦的观光客 变换多端的天气 减锋时刻或随机事故造成的塞车 交通规则也必须遵守 让顾客保持愉快心情是关键 途中必须达成乘客需求 以确保拿到五星好评和丰厚小费 在升级新车与资地车辆配件之后 玩家一旦赚够本 继承车事业将发展成公司 身为老板需依据角色背景来雇派与员工 不同的车辆前往不同的地区 仔细决策才能利润最大化 冬日幸存者 Winter Survival 生存动作冒险游戏 玩家要冒险穿越被大雪覆盖的森林 山脉和冰冻的湖泊等崎岖的地形 途中你还要应付林中饥饿的动物 也要寻找或修建避难 所让你有空食与休息的空间 游戏将会提供三种模式让玩家选择 最基本的故事模式 让你在挣扎求生的同时 了解更多关于自己与子弟过去人们的故事 并找到朋友与回家的路 寒流模式就是生存模式 测试你可以在恶劣环境生存多久 无件模式 有更多的资源与制作选项 基本上就是爽玩模式 让你更多的了解游戏玩法 当梦初醒 Wayne第一人称惊悚冒险游戏 玩家将于游戏中深入主角沃尔特汤普森的内心 并找出他在奈尔逊兄弟马戏团不为人知的过去 故事背景设定在60年代的马戏团 讲述主角沃尔特的妻子 马莎阿基女儿朵莉不见了踪影 玩家阿虚谈索记忆的碎片寻回母女 随着事件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离奇 现实 记忆和想象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一切已经无法回头 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持续推进这个可怕的故事 史丽奇 牧民谷的旋律 Snuff King Melody of Moomin Valley 一分蓝知名小说集会本系列 牧民为灵感的音乐冒险游戏 玩家将扮演牧民的好友史丽奇 展开冒险故事来恢复牧民谷的和谐 本作采用开放世界机制与解谜 前行和旋律元素相结合 玩家可自由探索美丽的绘本世界 一路上利用口琴 隐身等技巧来回父母鸣鼓的美丽 李氏朝鲜 血战 Hindom The Blood 以往非高人气丧尸剧李氏朝鲜改编的动作游戏 玩家们在游戏中扮演是子李仓 除了解决各种难题之外 还必须不断斩杀死而复生的丧尸 演示预告中所呈现的砍杀感相当流畅 整体美术设计的表现十分优异 包括宫廷 服装与武器等项目几乎成功还原剧中设定 除了李仓 亚信等角色外 也会将众多电视剧的登场人物收录游戏 玩家可以从这些登场人物中选出四人作为协助者 并可以赠送他们特定道具来提升好感度 jeweils给你了一切 我卡技艰 perfection 自行窝上尸 地区偌的名 Dá 续 Wick by bwd6